2021年的7月 西方主要國家在中國的東海聯合軍演 軍演的主題叫 東方之盾 請問一下台灣是盾嗎 在中間我們看到了 中國跟台灣 都是大家避諱的前台詞 但是 卻深受影響 我們也都知道 在美蘇冷戰時期 有所謂第一島鏈的說法 第一島鏈包括了日本、韓國跟台灣 現在 中美對抗的新時代 我們知道 日本、韓國、台灣又結合成為一個新的科技島鏈 而產業的演化 產業的影響力 它更凸顯了 台灣在這個變化過程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台灣其實洞見觀瞻 我們深受全世界供應鏈的影響 但是我們在當中 也扮演了一個關鍵性的角色 所以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思考 甚至策略 還有策略主張 台灣畏懼樞紐的地位 產業的變化驚為萬端 我想至少一兩年一次 幫大家更新一下產業的變化跟趨勢 我想影響東方斯頓有幾個關鍵的議題 在這一兩年當中COVID-19影響我們在家工作 數據量大幅增加 你可以看到 全世界HyperScale的Data Center 數據中心不斷的興建 區域化的數據中心也出現了 我們需要更大的運算能力 我們需要更好的運算的晶片 存儲資料的記憶體 甚至我們需要更多 資安的防護 這些過程 都讓台灣有很多新的一些機會 另外 產業快速往物聯網移動 物聯網的背後 有電動車 有車聯網 這些部分 在中美大戰的 驅動之下 一些分散型的供應鏈的結構會出現 區域化的生產 會帶給我們很多新的機會 也有很多新的挑戰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 矩陣型的思維 這跟以前完全不同 更多的企業主 他們在思考怎麼去面對這樣的問題 甚至很多 CEO 董事長 他們放下手邊的工作 重新思考 在下一個10年下一個20年 他們怎麼去應應 世界的改變